欢迎收看理财大人秀专门讲解产业的单元 产业捷报 好今天要讲什么产业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 这个礼拜最夯的新闻就是联整会 联整会的鲍尔终于松口咯 跟很多的委员在讨论说 明年真的要降息了 降息起码也许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很肯定 那美国的降息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债券 可是您知道吗 有降息受惠股哦 台湾的央行开会我们的利率已经连三动了 之前升息我们跟不上 那已经要降息了 我们更加不可能升息哦 好降息受惠股是什么呢 很多人会想到的是 营建类股 可是营建类股有点小复杂呢 因为每一个案子哦 每一个建商 它到底有没有任劣入账 它到底有没有新开发的案 它有没有土地 我们都不清楚 但是谁清楚呢 我旁边这一位清楚啊 今天产业队长就要来告诉你 也许你觉得房子好贵 我买不起 可恶啊 降息就不会打房了 不要这样 我们从营建股身上 赚回你买房子的钱 才是最实际的 其实人真的要实际 是的 对 在那边一直抱怨啊 或骂人都没有用 把钱赚进来 无论如何都是最有用的 是的 那今天的教会各位观众朋友 从营建股身上来发大财 这样息跟升息呢 其实呢 不一定是营建股的绝对指标 等会我会秀出 这个十年来的月线图 是 有时候是这样 有时候是这样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肯定的是 今年 因为打房的关系 一到十一月 我们整个六都的移转动数是衰退四个不胜 是 所以不应该研究吗 错了 这个赵华看一下 营建肋股的周KD是创历史新高 好这个是从今年的六月以来 开始往上涨 我如果再拉长 基本上呢 这个是从08年以来 挑战08年的新高 升气器人就会说 越打 房价越高 才会创造这种现象 听队长来娓娓道来 这个升息周期 造成房价的上涨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大家最在意的 其实就是所谓的通膨 因为通膨 所以才会升息 因为通膨 所以才会升息 那抗通膨 这三个字一打出来 抗通膨 买保值的 对 就是房地质 这个我见过最冰雪聪明的 这个主持人 就是飞躁华莫属 所以大家去看 启动升息代表其实是景气好 代表是房市到底向上还是向下 等会给大家看数字 通膨当然就是成本电高 推高房价 这个是市场的共识 所以你现在去买东西 你去买蛋饼 他会跟你说 我们这个诞价很高 你去买房地产 你去买任何的东西 你去买泡面 买十一住行娱乐的东西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涨 我举一个例子 最近 鹅阿珍新闻炒的这个头条 80块啦 怎么突然讲到鹅阿珍 鹅阿珍的成本上涨 鹅阿珍就上涨 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 房地产其实也一样 所以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升息的周期 在这边 一般来说大家以为高利率会打房市 对不对 但没有想到越来越涨 大家看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 购物的利率在下降 结果房地产竟然是这样子跌 购物的利率下降 结果房地产涨 所以有趣 就是说到底降息升息跟房地产怎么样相关 有没有一个直接相关的 我们看09年就是金融海啸以来 它是缓缓缓缓的涨上去 真的好像很少会当 是所以这一段时间其实购物的利率呢 其实慢慢的到了2.07 我们就看红色这一段 这一段是所谓的暴力升息 联储货已经升到5点多 是 台湾升到2.07 可是这一段其实缓缓的缓缓的上去 是 所以其实有时候大家只用 抗通膨 等于房地产就会知道说 其实这个状况不是大家想的这么简单 那几个打房我们快速带过 包括实价登陆2.0 包括房地合一税 持有两年到五年未满要克 两年以内你就短限进出要克45% 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 再来限贷令就是刚刚讲的 杨金龙这个 杨大哥讲的 他说这个他限制信用贷款是用来打炒房 所以你看你第二户 就不给你宽限期 第三第四户只给你带四成 用限制性的防贷 把所有的投资都打出去了 再来平均地权条例 甚至是囤房税等等给大家自己参考 就是说 这个是为了做所谓的公平正义 压抑了房市 压抑了房市 压抑了煤呢 压抑了煤这就是重点 压抑到今年11月压不住了 所以你说压抑了煤 我先给大家看 有压抑啊 可是还是绿灯 还是绿灯 这2023年以来 三四到今年未来 慢慢地压抑下来 进来回到绿灯 这是今年的2023年的第一季跟第二季 第二季就回到黄蓝灯 黄蓝灯 我们的景气对策灯号都蓝灯了 他还绿灯 他已经黄蓝 而且到绿了 没错 为什么 其实大家呢 也不用看我讲太多数字 你去高雄 你去台南 你去新竹 你在淡黄区 大直 信义区 大安区 台中 每一个地方 大家应该都有六都认识的人 房价全部都上涨了 是 新竹最恐怖 竹北 竹北最恐怖 所以大家来看几个部分 先从房价上涨 通膨 建材成本的上涨 再来我们真正看数据 这个部分 台湾的刚性需求整个爆发 因为8月推出新清安 就是说年轻人 是1000万以内 他的贷款到40年 宽限期到5年 补贴0.375 还加码2码 所以等于是说 你今天年轻人要买首购 你要工作 政府帮你补贴你 甚至你可以不用投期款 我们也有一些后权人提到这个部分 所以过去几年 很重要的就是说 你打掉了投资客 打掉了投资客 打掉了这些短线进出的 剩下的都是板上钉钉的 所谓的刚性需求 是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数字 五大行库有做房贷 为什么呢 年轻人买房 一定要房贷 对 其实有钱人也都是带好带满 对啦 有钱人反而更喜欢杠杆 因为利率才2点多啊 2点多你买第二栋房 还可以2.06 甚至是三以内 10月开始哦 所以我说为什么从黄蓝灯到绿灯 五大银行新乘坐的房贷 787亿 连续三个月增加 所以从8月开始这个房屋的政策是有感的 补贴利率延长到40年 然后宽限期5年 房贷不断的增加 所以到年底终于现在11月12月 好多营建股的指数终于被大家发现 所以我们今天的产业捷报讲的是 已经在涨 但是还有明年还有大有机会 好 因为营建股很多档哦 是的 然后每一家盖在哪里 对不对 什么时候入账通通不知道 就要靠你了 没错 产业捷报来帮大家做所谓的筛选 所以我们上一次捷报讲的资安是 还没人发现 现在已经四个月涨了 现在是有人发现 那我们就要来找说 有人发现在以后会更好 好 然后呢 明年有建案要认列 所以第一个 你只要认真做功课 这个每个公司每个推案 每个区块都不同 业绩跟着销售周期走 所以如果你空窗期 我们还是要先讲风险哦 你不能说 营建那股大好 什么股票都进去买 你很多这个业绩空窗期 你要支付营运费用 你可能是亏损的 所以重点 营建股是景气巡换 可是如果你有 大船要入港 大船要入论列 营收就会剧烈的变动 获利就会标高 跟队长的血压一样标高 你血压高吗 是的 队长我们有这个 那不要太激动 先天性的 这个我父亲也是这个 高血压 血压的这个就走得比较早 就是这个 心肌梗塞 那我们和缓的说 和缓的说 好 慢慢说 和缓的说 希望大家血压不要 比较高 几个跟着建案认列 你就能够推算未来入案 所以公司的法说简报 我简单讲三个方法 好 产业捷报一定教方法 第一个 你可以透过实价登录 是 透过建案的实价登录 包括乐居网 对 你可以透过法说会 是 这也是很简单 好 每个公司法说会都会讲说 入大营造 我这几个建案 有没有 我可能现在还没卖 卖50户 好 入账了没 13年14年 这不就这两年 都列出来了 对 高雄发大财 这个我们荣耀班要讲 只是先跟大家讲说 方法很简单 对 不难找 只是要花点时间找 对 新闻有 法说有 然后我刚刚讲的 公开的这个 法说的资料 还有所谓的这个 房屋的一个网站都有 我们来看 2548的华顾 是 今年 这个部分 华顾乐副中心 就是一个商办 51亿 51亿很多 大概等于赵华两个月的薪水 没有啦 大概10个月 你看全年获利一个股本 赵华帮我看一下 2月的新闻 2月就告诉你年底要入账 是 中间有10个月你可以买 爱怎么买就怎么买 再来 8月又来一次新闻 他说我上半年才赚5块 对 可是我的大船 对 我要入账85亿 其实讲得很清楚 这个对啊 你说实话 这个比什么手机预测啦 AI订单谁抢来抢去啦 什么 演唱外门票抢 手机OPPO Vivo小米 华为联想库派 你怎么会知道到底谁要热卖 这个板上钉钉 是 51亿能够买这个华库乐副中心的 这个商办的 或是买这个案子的 动辄千万 怎么可能问不到 怎么可能说它是假的交易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 我们先来看这个营收 我刚刚讲了 新闻有看到 2月有新闻 8月有新闻 营收跳上来给你看 是 51亿7400万 跟刚刚那个51亿 一模一样 好 根本提前知道答案了嘛 对啊 人家说年底任劣 你可以说 11月12月就是年底啊 营收歪歪成长 4279 营收在这边 这个华库的所谓的 乐副中心 是 你看开始标 照法你可以问说 这营收热烈就见高点 没错 可是8月2月 你就知道它卖完了啊 是 你难道它股价在这个横盘整理 突破颈限的时候 你没有发现吗 一直有法人认养的时候 头信买一波 再买一波 技术现行你也都看得出来 这个部分基本上 只要一点点用功 对 加上新闻 加上法说会 加上你就是 这个营收跟着 然后技术现行稍微判断 你看它今年前三季赚7.6 配发股利来说 直律率也有保护 大概在90几块 你用这个7.6等于是说 你如果全年 当然我不知道全年多少嘛 你用这个 它的配发率7成来算 它的直律率 用7块 用直律率 用7块来算的话 在这一边的时候 都还有5%以上 好 用直律率看一件股 其实也很合理 对 是的 直律率的保护 你就算买在它这个准备交屋认列 然后直律率保护 这个部分我认为 这个我们就举两个例子 好 华顾跟长宏 长宏也是知名的券商嘛 最有名的券商就这两个 4月就告诉你说 我有一些科技大楼 好 科技大楼 年底有两个大案 全年营收会小幅成长 可是年底会 整个第四季的案子 只要认列了 华顾的PAC32 已经完销 是 新闻都告诉你说 我的这个东西总销70亿 已经卖光光 这个不是70块的饮料 它可以说被Candan 叫Uber Eats Candan 这70亿的东西 大家都一定查得到 是 所以这个部分 很容易查的啦 而且你知道房地产的记者 就整天就是跟这些建商货嘛 也没几家 所以有什么新闻就马上会讲 好 所以你看5534的长宏 对 11月就已经跳一次了 对 12月又跳一次 就真的就年底入障啊 然后呢 这个开始走出一个多头 是 准备回补这个缺口 嗯 熟悉缺口 对 所以今天呢 在荣耀班之前 队长跟大家分享 营建业的一个观察的方式 对 然后呢 几个一个股票 这样子 是的 那另外来讲的话 队长要宣传一下 哈哈哈 这个 好来来来 我的直播回 我的直播会 定定定当 等一下你修的脸太白泡了吧 是的 不要这样啦 你今天故意没有戴眼镜 是 就是为了搭配这一张 被发现了 是不是 是 我们讲说这个 你要香一点 是不是 老了能夠修的年輕一點 對對對 我在20號7點有一個直播的分享會 會幹嘛 會講主流標股 然後呢 會抽獎 然後呢 你只要99塊會抽這個 抽我的三個禮件 什麼兩張 我做三張 你有十字嗎 掃QR Code就可以參加 我做三張 對不對 好啦 我們會講產業 然後會有很多時間抽獎 然後隊長Costplay好不好 好直接等一下這張 大家截圖一下 掃一下 參加一下隊長的耶誕晚上直播會 我有抽SOGO禮卷 那我可以先跟你要一張SOGO禮卷嗎 只有一張 但我們有很多張7的禮卷 然後呢 還有我會另外再加碼 你當我贊助商 贊助你的簽名書還是什麼 對對對 好 因為隊長真的很認真幫我們講產業 我們也要幫隊長宣傳一下他的直播會 剛剛那個QR Code掃起來 記得上直播可以抽獎 而且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隊長找主流標股 預測標股 真的非常厲害 有時候他跟我們討論說 我今天講銀劍股好不好 我內心就會有一個問號 為什麼 可是後面都證實隊長是對的 因為隊長最近都有在看房子 他的感受很深刻 那就進入到我們的榮壓班好不好 把我們的榮壓班定起來 因為隊長就會告訴大家 剛剛趙華講了嘛 每一家公司 他都有不同的新聞 他有不同的地段 他有不同的日葬時間 隊長已經幫你觀察起來了 沒錯 所謂阿班告訴你 有誰即將有這些利多要發酵了